告别麻辣的四川 我们把视线挪到长江流域 另一吃辣重镇 湖南 不同于贵州的酸辣 四川的麻辣 湖南人吃辣有些抽象 湖南人开始全面试辣 相对较晚 但后天却十分努力 既有大陆性气候的 光温丰富特点 又有海洋性气候的雨水充沛 空气湿润特征 让湖南辣椒种类 变得极为丰富 吃辣方式更是五花八门 有人说 湖南菜是中国最不怕辣的地方 无论正确与否 湖南人在吃辣上 没怕过别人 不拉帮结派 不搞CP组合 他们对辣椒的要求只有一个 那就是要有口味 口味菜其实就是下饭菜 口味就是口感味道觉得很好 就蛮重又辣了 蛮爽的 湖南人把重油重辣的菜 统称口味菜 口味菜的代表 就是我口味虾了 口味虾 湖南宵夜江湖里的扛把子 不论是辣度还是吃法 都极具诱惑性 辣的有点爽 好不停啊 好不停啊 在湖南人看来 辣不仅是一种味道 更是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 就是从不妥协 敢于反叛 我人高提啊 已经高提了 我们七个人 到了六个人 这还要怎么骑啊 我现在到了七个人 能不能进 你告诉我 请问江湖来 但无论你多反叛 到了天堡三兄弟的店门前 都得乖乖排队 天堡兄弟 长沙街头最火爆的宵夜店 靠着一份口味虾 让这条街 每天晚上都水泄不透 酒味吗 好 好 百个号 阿炯为人耿直 做事意思不高 是店里的CEO兼排好发放员 我们家的过剧很多 我们不在位 需要朋友们的机器人数 才能入座 我觉得饭店和客人沟通 就是个人情味 我希望做个 有人情味变得 你好 打包的 老蒋性情沉稳 善于表达 是首席财务官兼收银员 请的味道还满意不 谢谢 好 发表扫这边就好了 你先那个 扫辣免葱 没有扫辣的 扫辣做不了 拉财 脾气火爆 伸手麻利 是采购部主人 兼炒虾师傅 虾脆脆的 然后挺入味的 挺新鲜 然后很大 吃上去好辣 作为店里的拳头产品 口味虾 最受香妹子的喜爱 爱乌吉乌 也让三个油腻大叔 成了妹子们心中的火辣暖男 感觉老板就是一个非常仗义的人 这个老板是一个相当讲原则的人 长得帅 我还想 我以为他没有女朋友来着 悲人喜爱并不难 但让人一直喜爱 却不是谁都能做得到 为了这目标 三兄弟在口味虾的每个环节都下足了功夫 15年冬天的时候 吃小龙虾的人就少了 当时我们也很急 其实也试过很多 最后选了罗氏虾这个品种 是因为它是最肥美的时候 所以我们的罗氏虾 2015年冬天应该是在长沙 出现的朋友圈 频率最高的吧 这是三兄弟口味虾的2.0版本 罗氏虾原产地在东南亚 体肥肉厚 自从被引进我国以来 备受吃货们喜爱 如何把罗氏虾做出小龙虾的口感 一直是个难题 对此 阿财研发了一套 腊手催虾的独门秘籍 滚油定型 虾肉表皮迅速锁紧 内里却始终保持鲜嫩 大蒜打底 宽油爆香 泡山椒 小米辣和印度干辣椒 一起蒙火围攻 香味愈发赤裂 要想让辣味再有些回味感 还需要一种特殊辣椒做最后的助攻 湖南黄贡椒 黄贡椒产于湖南横东线 颜色鲜亮 新鲜的黄贡椒 辣中带着一丝鲜甜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辣味冲击下 整锅虾肉叠加出视觉和嗅觉的双重快感 不过这只是阿财辣手催虾的第一步 接下来的入味环节才是高潮所在 放这四种辣椒 我们的野生椒是酸嘛 小米辣鲜辣的味道 黄贡椒的话增加一种新香味吧 辣度最高的还是印度椒 加入鸡肉和桶子骨熬出的高汤 高温炖煮下 辣椒的香味经由高汤渗入到虾肉内里 带到汤汁混沌浓稠 将虾肉满满裹住 虾肉风于娇嫩 汤汁浓于丰厚 在一次鲜辣不经意的撩拨之下 味蕾变得越发灵动起来 他们家螺丝虾最好吃 因为它大也很新鲜 它的那个汁非常入味 口味螺丝虾 让食客们爱恨交加 也让三个好兄弟在这座城市生了根 五年前 他们赤手空悬来到长沙 从租来的厨房中做外卖开始做气 一路走来他们的每一步都踏踏实实 阿财负责厨房所有的 我们两个叫松满满 我们两个有四辆电动车 松一山回来 叫做冲天 喜欢另一山走 不停地整个厂房成型 心知所向即是争投 繁华散尽 是另一场跨越山水的启程 就之前做什么 现在还是做什么 尽我所能的去做 一步一个脚印 我们不忘初心 更好的未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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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